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余文文 惠子 陈佳化 刘亦云 谢娜 执服等人都参加过浪姐 其中余文文是第三季的嘉宾 在节目中她虽然争议很多 但也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陈佳化 刘亦云 谢娜 执服四人则是今年浪姐四个嘉宾 并且四人最终都获得了成团出道的名额 而陈佳化作为SHE的成员 更是夺得了今年的冠军 夺冠后她也是各大综艺节目和晚会的热门人选 湖南卫视邀请她参加很正常 芝福则是越南著名艺人 她参加浪姐四后在中国人气可以说是高涨 而在越南她的人气也上升很快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还引进了浪姐 目前越南版浪姐已经官宣 而芝福毫无疑问是这档节目的代表人物 谢娜是湖南卫视主持人 不过随着快乐大本营停播 她也退出了各大晚会的主持阵容 今年她参加浪姐四人气也是非常高 她再次以嘉宾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可以是中国香港的女子双人歌唱组合 由钟馨童与蔡卓妍组成 她俩都参加过浪姐 而这次跨年晚会你要名单却是组合名字 也就是说他们将以组合形式带来表演 皮歌人数多 0713再就业男团能否合体 相比浪姐 皮歌人数更多 其中包括林志炫 林志颖 陈楚生 张远 王征亮 王绿心 蔡成玉 张栋梁 国远 唐玉哲等人 其中陈楚生 张远 王征亮 王绿心四人是0713再就业男团的成员 他们今年参加皮歌三 再出舞台合作表演 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而他们合体也是无敌的存在 因此在后面公演舞台中 他们都没有合体过 除此之外 苏醒和陆虎两人也是0713再就业男团的成员 近年来他们几人也是经常一起参加各大组艺节目 如果他们能够合体带来表演 肯定比单独表演流量大很多 多为流量艺人受邀 不管什么晚会 为了吸引流量 各大卫视都会邀请流量艺人参加 而活脑卫视更是会邀请很多流量艺人 这份你要嘉宾名单中 王一博 王贺迪 陈毅 龚俊 谭剑刺 王源 田家瑞 陈磊 迎真 时代少年团马家琪 迎成心 宋亚轩 刘耀文 张真元 严浩翔 贺俊林 秦肖 贤 周柯宇 刘宪华 华晨宇 张新成 程肖 王安宇等人都是流量非常高的艺人 时代少年团是目前非常火的一个男团 他们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目前成员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不过近年来 他们很少一起参加综艺节目和晚会 如果能够邀请到整个男团参加 肯定会吸引不少观众 杨幂受邀受正义 杨幂是顶流艺人 她作为演员有助非常高的人气 各大卫视的各晚会 也是经常邀请杨幂 不过每次杨幂表演结束都会遭到假唱质疑 因此她受邀也遭到不少争议 不少网友表示专业的是应该给专业的人去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